别提上了,别推浅了 电梯是我们现在建筑的生活地区域 大家在行动上,特别是民意县老年化 大家在建筑房屋的时候 或者新建房屋一定会考量要使用电梯 特别是我们又有拜拜的习俗 祖先通常都会安置在二楼三楼 年纪老了,想要去拜又心有愉悦率不足 不去拜又觉得对祖先不恭敬 在这两年情况之下,只有免为其难了 每个月爬两次三楼二楼 对长者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新闻 所以也非常感谢现场的继续 除了在公寓大厦之外 还有我们乡村的房子 在新建的时候,老年人也能享有这样的福利 我们今天提出电梯免税这样的一个福利 最重要是要针对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以及行动不变的长辈 给他们更大的优惠 让他们更加的安心放心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电梯免税 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透天厕 还有所有的公寓大楼 那平均起来,透天厕 那每一个乡亲大概每年 每户可以省到1574块 那以17年来算 它大概省掉26758块 那如果以我们整个封域大楼来讲 那公寓大楼每年每户大概要缴440块 那以17年来讲 它也可以省掉7000多块 那总共可以加汇15000多位 这样的一个家庭